请秘书长 今天我们在审计算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预算里面 我们看到说各类的奖金 对公务员的各类的所谓的奖金 各种形态的奖金 其实琳琅满目 这里面还分为所谓的普通形态的奖金 还有所谓的个别性的奖金 那普通形态的里面有年终、考基、勋章、奖章 荣誉纪念章等等这种奖励金 然后这个个别的里面也列了各种的 像说什么基优人员等等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 整个一个10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 光是这些的奖金就编了422亿 跟在我们人事整个预算里面的 4,170亿里面就占了10%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腐烂啊 这个422亿包括年终奖金 包括考基奖金 那考基奖金当然这个是制度上的 好这个制度上的 但是像我们看到各种的勋章 最近我想那个罗志强的被总统颁发的这种勋章 其实也有很多人有一些意见 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各种勋章它里面不只是勋章 其实也都包括金额像说最高有6万块 然后各种奖章其实都是有钱的 有一万块的一万八的等等 那各种所谓的最近也这个引起争议的 就是所谓的杰出贡献奖的这个杰出贡务员奖 那里面也被大家去质疑 因为这里面还可以就是最高金额还到20万 所以呢等等这些 当然就是说里面有些是有法律依据 但是有些其实都只是内部的行政规则 所以里面呢这些的奖金的那个名目呢 非常的多 而且都有些都欠缺法源 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现在整个一个政府的在讲说 现在要这个整个一个经济要稍微节约一点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做一些统整啊 委呃委员当然关心的就是 有关这些奖金啊或是奖励的事项 呃由法律来规定来少 因为现在目前只有奖章条例是73年公布的 那么其他像奖章条例是已经细则了 考试院的奖章办给办法了 还有人事专业奖章等等 对啊所以非常的繁琐 现在还有很多的行政命令 所以你们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这整个课程 对我们现在考试院送了两个法到立法院来 一个是公务人员考机法 那么在修正查案的第20条之一 里面就有把它放进来 有成为母法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我们的呃公公务人员基准法 在第56条 我们也把它落一个根 可是你们公务人员基准法里面规定的也是很模糊啊 只是说有勋章的对不对 呃其实跟委员报告 这个有关激励部分是人力资源管理里面非常重要一环 那么为什么会那么晚才 所以你们应该要定出一些的标准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你们能够在这款的时间内去把这整个一个整个去统整 会会有母法以后那执法当然会在里面做详细的规定 好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值等的标准 我们现在看到说各个机关组织法 其实原来的就是在公务员任用法里面的规定 就是说各机关组织法归所定的职务 应该要就他的工作职责跟他所需的资格 依照值等的标准去列入职务的列等表 是 那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很多的这个值等的标准的 他的内容呢都没有明确的去去界定他的这个所谓的职责的程度 而且欠缺呢客观的一个划分的标准 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就看到说 其实大法官会议的这个解释里面呢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说这种现在在整个 整个一个政府组织改造 所以对于这所谓的值等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这个标准 或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而不是这样现在是非常的混乱 而且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一次的这整个一个组织再造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借由这个组织再造呢就变相调生 他的值等 呃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现在公务人员任用法里面第六条 就是提到有关值等标准跟值物列等标 那么全需部在民国七十六年我们所谓的新人事制度实施以后 那么这些都有订定 但是委员所涉及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科学里面最难的一块 因为从行为科学来讲 那么要把行为程度把它数据化 这个是最困难的 那不过有关那个职责程度这部分 那应该我们会因为多年的经验 我们全需部现在正在考量 那么有关值物列等表依照职责程度啦 还有业务性质跟机关层次 所以是不是你们要好好的检讨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这次组织在照的时候 官面有很多的批评 就是说利用这次的主改 然后趁机呢就是就地升官 不到不是 因为县市的层级跟院侠市的层级 植物列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所以精致化了以后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是不是就用你们尽快的去把这些的所谓的植物的 值等的这个标准 其实应该要一个客观明确的一个标准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 关于这所谓的军工 就是公务人员他的一个家籍 其实呢他其实应该是要有法律规定 或是法律授权用行政命令 但是呢法律呢并没有 大法官会解释说 法律授权主管机关 依照一定的程序去订定法规命令 来补法律不足 那这次呢这时候你机关你就应该要去遵守 那你不能够呢再转而再去把它转给 机关所属的下面的这个行政单位去 颁布所谓的这个相当的相关的一个规章 那我们就看到这所谓的公务人员 这个家籍的相关的事项 里面呢他现在是由人事行政总处 他去所颁布的这全国军工教员工 待遇支给要点 所以这个完全的违反了这所谓的 法律的保留的这个部分 而且呢你只要变成说 你在下属机关去颁布里面的行政规则 根本就连送到立法院来都不用 其实是完全规避我们立法院的一个监督 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有所不当 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尽快的去修正 对了当然公务人员凤其法十八条 有这个规定 那现在会把考试院会把这个家籍办法 那个依照行政院定的各级 那个凤其表来办理 主要就是因为行政院 那么他的所属部会 能够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各层面 所以由他来对于有关凤其的标准 来定出这个标准的话 其实比较符合实际 像日本那人事院他也这样做法 所以我们当然如何把它放在 所以就是说应该要法治化的 就尽快的法治化 然后做到立法院的监督 然后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威权时代一个行政命令 然后就一直把人民的这个钱呢就一直出去了 那其实这个部分都违反大法官会的解释 行政法理的一个转变 从特别权力关系到现在的职务 所以需要法治化的尽快法治化 好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那个董部长好吗 请董部长 董部长好 第一个我们知道说我们台湾所读书一个的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考试院 那我们认为说考试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一个考试制度 是所谓的这个人民呢 就是说尤其是底层的人民翻身的一个捷径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一个怎么样公开透明公正的一个考试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说最近呢这近几年来呢这国考的这个试题呢争议不断 尤其里面呢发现说这个考题呢重复出现 甚至呢是整个考试的这个科目呢完全照抄的情况 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在98年警察课考的考题跟警专期末考题考题是雷同 那警消防警察特考呢跟警专的模拟考的也雷同 甚至呢比较离谱的是100年的公务员特考法务部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考试的资讯科学组的整份试题 跟97年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考试的资讯处理类科试题是完全重复 那另外的也发生在这个今年的这102年度的高普考人士行政类科里面的现行考权制度的考题 是照抄98年度地方特考 所以像这种就是说你的整个考题整份完全照抄 我想这太离谱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考试大家一定会去找考古题 那你说整份考试里面有几题是考古题被猜中的 那这没有话讲 但是如果整份的考卷去抄以前的这种考卷 我想这太离谱了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考试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说 诶我们竟然去考中共的政治体制 第一个我们跟中国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基层的这公务员出等考试的时候 我们要今天要我们的公务员 他要了解是我们台湾的整个一个政治的体制 整个一个法律的规定 整个一个民企等等 甚至就是我们的人权的观念 我们现在发现说很多的政府官员 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 甚至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当法律程序 那这些才是在我们的初等考试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这些东西不考 竟然去考中共的政治体制 很多的公务员很多的人去考试 他说奇怪了我们台湾已经统一了吗 我们今天将来是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务员吗 为什么你们要去了解中共的整个一个政治的体制呢 你这有没有不当 这个初等考试 考这个题目 当然是有很多讨论空间 所以我想委员讲的没有错 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会特别去在命题的时候 跟委员多少提醒 应该初等考试 它是最几层的公务员 应该对就像你讲的 人群的尊重 这种程序的尊重 这些东西都不考 而且说实在的 你们这些考题 不是说一个老师出来就算 你们是经过层层的把关 你们有所谓的审查委员的审查 然后再经过点示委员长的最终的决定 而且你们编了费用 还编了1106万7千元的预算 要来提升市体的品质 跟委员报告 我们国家考试 考试科目就有2636科目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知道每个科目命题的时候 我们当时尊重委员 可是我们也觉得不应该要犯的错误 就像你刚刚讲的 98年到18年这些部分 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些 特别会提醒 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制 能够避免这个 在审理部分来讲 在决定事件部分 我们有透过电脑比对方式来避免 所以这一点您放心 我们会持续努力 就是当考生质疑的时候 你们还讲说 这个没有影响 因为这个是属于 这个所谓的什么两岸的世界情势 跟这个两岸关系 可是这个事实上是中国内部事物 哪里是两岸关系 对 所以这部分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 这是我们来检讨 这个初等考试的命题的方向 应该针对 应该针对这个工作的职位需求 来做命题才对 那至于那个 我们因为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考课 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出问题 但是这一点我想已经发生我们非常抱歉 跟这个全国搞定抱歉 但我们会检讨 我们希望你们尽速检讨 是是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保讯会的蔡主委 人权的这个议题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呢 在其实行政院里面也规定说 行政院所属各机关呢 主管法案的抱怨审查 应注意事项里面 他必须要把这所谓的法案冲击 影响层面跟范围 包括成本效益跟人权影响等等的 要做完整的评估 但是我们发现说 好不管是在像说 福茂的 就是最近的这福茂协议 或是其他的很多的重大的政策 我们发现说政府在做所谓的人权影响评估里面 他对这个所谓的 在严厉的阶段的这个人权影响的评估 或是实施成效里面的人权管考的指标 很多的公务员完全不清楚 然后弄出来的东西 根本是完全是不符合水准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加强你们的训练啊 公务人员关于人权这方面的训练 没有错 就是去年委员对这一点是非常关注 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年的整个课程里面 我们就加了两门课程 而且增加了时数 那么特别是我们还请委员帮我们指教 请这些老师到底适当不适当 因为委员非常清楚这方面的实质的来源 所以训练课程里面 我们是固定的每一个班 包括是基础训练 包括是身关的训练 或者包括高级文化训练 我们都要排这个课程 你所讲的其实是指性别的这部分 那我们除了说性别以外还包括人权 人权的内涵其实是更广的 那其实在最近呢 就是我们也看到南非的一个大法官 他即将来台湾访问 那这位南非的大法官 他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呢 叫做《断壁上的花朵》 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的 就是说整个一个政治的迫害 然后甚至人权的迫害 甚至种族的灭绝等等 那今天走出来了 他们对人权的体验是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呢你们能不能就在你们的人权的上课里面 不是只是这些的讲授 是不是能够有更深的一些的体会 然后呢好好的去就说一些的 就说演练啊等等的这些的课程 然后加强公务员这些人权的概念 否则的话我们会看到说 很多的这些的公务员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 包括在最近的这个执法里面 然后整个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当法律程序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民的居住 没有问题委员 报告委员 我们一定这样做 而且请国务员给我们在外面的指导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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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